门口这棵树的花还比较好啊 也长着很多叶子来了 看这个树的下边是不是落荫冰森的感觉 哇啊这个月季已经开了耶 好漂亮啊 黄的 嗨可以吗 今天又过来装修工地 待会今天要来三伯人 一伯是装网络的 就是上次说的那个fiber object 是那个光纤入口的网络 还有一部就是那个水工 水管工用来把绿式的那个花洒呀什么之类的装一下 还有就是那个电工 要来装一些那个接线板之类的 这个装网络的来了 So there is a power box here before Yeah I have to put the same thing back It towers the box outside Yeah yeah Okay so there will be a box here on the wall Okay Okay You put it in the baseboard? No yeah we're gonna put it Yeah You have a tower 看一下这个剃脚线的尺寸 刚才这个人说这个外边的电箱在这个位置 所以他要把它移到这里来 在这里装一个电箱 量一下那个走线的地方 看一下外边怎么走线 这个房间准备做办公室 所以这个网络呢就要装在这个角落里 装在这个位置 好 这个电盒子装好了 让它的布线了 哦 它把线从这个木点上搭过来 哇哦 我们把线拉过去 看 它就是往线 对 它在这个盒子里好多线 哇哦 它一直拉 拉到那边 它上房顶上去了 那这个网线还挺麻烦的呀 它在这里打了一个洞 然后把刚才那个线粘到这个屋里来了 然后就可以接上路由器了 这样网络就装好了 是5G的 试了一下 速度还挺快的 这个水管过来了 哈喽 嗨 摩尼 哥 我们要来把这个水管 挖散 装一下 这就是那个维修口 下去了一个人 他们一个人在上面 一个人在下边的维修通道里 相互配合维修这个管子 好的 这个维修的装好了 然后这个麻虫的这根水管 他们也放了一个新的 一根漂亮点的 这个浴缸的水龙头也装好了 上面这个方法也装好了 电工来了 他今天要把屋里没有完成的插座全部完成 然后要在这个岛的 后背板上要放两个插座 这边放一个 这边放一个 他在这里装了一个孔 然后把这个盒子套到里面去 然后把接线盒接上 这里两个叉子都变好了 在外面呢 又有纤维袋 下部老牛来查一下这个水管和花色 结果打开水发现这里漏水 所以又叫那个水管工回来 把这个水管修好 所以这个柜子就折出来了 然后老牛利用等那个水管工的时间 就把这个抽屉做好了 这个是放调料的盒子 这个也放到这个里面去 那个轨带也弄好了 就要装进去就行了